桃園入封彈行 落下鐵門 緊急清消 這裡不但有確診足跡 竟還被確診者一呆長達五天 因為染疫的就是彈行司機 令民眾好擔憂 年前搶彈潮 會不會因此埋下傳染未爆彈 雞蛋沒了 疫情卻來了 因為桃園新增案例 曾到農家樂用餐的案 18884市民50多歲男性 沒有症狀 1月29號採檢31號確診 但他從1月24到28號 連續五天都有到彈行上班 正好碰上缺彈搶彈潮 就怕病毒趁機散播 農家樂群聚案 早在1月25號就出現確診者 陸續篩出7人染疫 於彈行司機統田確診的女性案 18885则一大量劑BNT 是突破性感染 讓農家樂群聚增加至9人 而且至今感染源仍未找到 不僅彈行連桃園一間蛋餅店 都爆出足跡 讓搶彈民眾聽到都有些擔憂 農家樂的小吃店的群聚感染 已經到達9位 那我們會進一步去調查 他可能的感染途徑 桃園除夕新增7人確診 包含亞序員工兩人 居隔轉陽 加貝爾幼兒園原匡列者 及農家樂顧客兩人 還有一名物流公司員工也染疫 不止加貝爾群聚擴增至25人 目前找不到感染源的農家樂群聚意外 再牽涉彈行 但但危機還沒結束 就怕缺彈 槍彈 讓疫情一不小心也要完蛋 記者劉志展 張宥慈 黃玉蘭 桃園採訪報道 記者 李宗盛